福人大学管理学院 专院校多项专业竞赛中屡获家击 学生充分发挥多元思考和创造力 展现竞争优势 于2016年抢先通过AWS审核 成为AWS Academy and Educate认可的成员机构 为学生赢得通行世界的门票 支管系的同学 还有非支管系的同学 在我们这几年培育中 已经得到了非常多AWS认证的相关证照 这样的同学取得证照后 很快的就被业界Recruit上去当作所谓的实习生 而且实习生过了不到两三个月很快就转正 目前他们待在业界正在带领我们的第二批 第三批的同学在业界进行实习 很快的我希望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同学 不管是不是在云端领域 还是在传统领域 他们都可以发挥我们在培训云端证照上的优势 福人大学在云端计算中 我们拥有台湾的领先地位 我们有能力提供给学生最好的舞台 把学生的能力发挥得零零尽致 将他们推到世界平行的竞争地位 福人大学为华人地区唯一直属梵蒂冈教廷的天主教大学 迄今发展为十二个学院及拥有附设医院之综合型大学 除双主修辅系亦跨院系规划三十多个跨领域学分学程 管理学院学生拥有丰富跨域学习机会 培养整合与创新能力具备第二第三专长 为规划让同学提早了解产业动态学以致用 大肆下可选择整学期在业界实习 缩减在职训练毕业及赢在起跑点 产业实习课有很多的实习机会 我选择的是国外业务助理的一个职缺 在工作上面呢学习与上司沟通 然后还有跟同事之间互相合作 以及一些五客户协商 还有一些溢价的部分 其实都有蛮多的学习机会 那在开学后的时候我又主动任公司 就是希望可以每周两天之一年的实习 在更长的一个实习的时间呢 我有了机会可以自己去开发新的客户 那在毕业后呢 我就顺利得到了一个正值的机会 那比同期的新人有更好的适应能力 然后也可以很快速的处理我的交办工作 并接触比较高阶的事物 在管院修课的期间呢 我有去休息学分学程 那其实在不同的学习环境 课程设计都还蛮刺激脑力的 那我们管理学院的课程也都蛮活泼的 有很多实作或是分组讨论 在工作上面的时候 都能够很快的发现问题 然后找出最适合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我们自己是 不应该涉及自身的环境 努力多尝试 这些挑战都会是我们的成长 管理学院大学部各系 与美国多所名校合作 成立四加一三加二学程 五年可取得学士与国际硕士学位 更首创亚洲唯一且第一的MGen三边双联学制 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百大最佳管理硕士 深受国际与业界肯定 福大更拥有将近四百所姐妹校 国际生与入生居全台资校之冠 让您在此缔结世界友谊 每年更提供数百个国际交换名额 举办国际企业参访 让学生与各国优秀人才 进行思想文化碰撞 专业切磋 开拓国际视野 从小我就有出国读书的想法 很想出去增广视野 管院的四加一学程 既可以满足我出国读书的梦想 又能在短时间内 拿到国外大学硕士的学位 普渡距离芝加哥这个大城市很近 是一项优势 该教在会计硕士课程的规划上 是专门设计来帮助学生 考取美国会计师的执照 正好也符合我打算考取这项执照 并在美国工作的需求 参与这个学程 对我来说像是达成上书目标的入场券 让我能够成功跨出第一步 参加了以后 不仅下很多功夫 准备英文能力及在校成绩 也做心态上的调整 虽然辛苦 但踏出舒适圈才有成功的机会 过程中 管院都不辞辛劳的和对方学校联络 解决问题 让我能够顺利录取 很感谢管院提供我们一个 往国外发展的管道 除了专业 亦重视全人发展 鼓励学生参与海内外社会企业服务学习 探究社会企业如何平衡商业与社会目标 激发对社会与国际之使命感 培养关怀全球热血 原本对未来的想象就是希望可以做统计相关的工作 但我觉得管院非常开阔的课程的安排跟设计 让我看到了很多全新领域发展的可能 跨系修气管的课程其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仅可以学习到社会企业的概念 我们也可以透过他在里面服务学习的实作专案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企业 而且跟他产生合作 那也因为这些的合作让我对创新创业的这个部分 是开始有更多的兴趣 那那个时候我就是去一趟云南的海外服务学习的旅程当中 我就看到很多贫通的际遇 我就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 如果我的能力是上帝给予的 那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对社会更有价值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公益消费联盟 也把里面化为实际的这个行动 那这个组织到最后我们也创办了一间社会企业叫17support 这些经历其实也都影响了那时候的自己 然后也才会有现在创办鲜入坊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辅大对于我的教育就是教导我 其实不是只是赚钱赚钱赚钱 你也要多一点点时间 怎么样想办法可以做到更多利他相关的核心价值跟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辅大对我的影响是蛮深的 辅仁大学管理学院着重于培训专业经理人 从企业的探索到经营的每一个环节 都有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 管院最有趣的地方是在每一个系都有实作的专题 当时我们以在地商圈的经营案 作为全面性的规划 学习正在更高的角度看事情 也培养纵观全貌的能力 大学四年我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 例如社团、学会、两岸学术交流 以经营企业的角度去规划活动 抓预算、拉拢人才 甚至自己开创了干部训练等 到外面的企业去做赞助的一些简报 完成更多天乡服务的合作案 一再地磨练自己的人际关系沟通以及临仓反应 更练习勇敢地面对许多的挑战 当然这背后有老师跟助教用心的辅导与支持 我们也利用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机会 认识到了更多顶尖的人才 参观了许多世界级的企业 了解他们如何做经营、规划甚至做创新 这些种种的经历对于自己后来在国外创业 从无到有、从开始到执行 甚至到决策都有很大的帮助 到国外深造也让我真正地去思考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甚至缺乏什么样的专业 以至于能够继续地精进、学习甚至到创业 更确定了人生自己的目标与方向 我鼓励各位高中生以及未来的学弟妹 练习对于每件事情抱有好奇心 这样才有办法找到问题点 以及观察到社会上或者事情上面的不足的地方 通常这就是未来的商机 有好奇心就不会彷徨 会驱动你自己想要探索甚至更加进一步的学习 了解自己所喜欢的方向才能够继续往下走 大学的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 将教的时间管理也就非常的重要 不要自我的设限多多的往外走 往外看一看 参加了许多跨校甚至跨国的一些社团活动 了解自己的竞争优势 也会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进一步的补强 机会就会在那里 期待你人生的精彩 从福大管理院开始 福大管理学院拥有22个系所学程 多元优质的学习机会 欢迎加入在求学、深造、就业、创业等面向 无缝接轨国际 出品公送到白王 导臨 出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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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